美俄博弈越来越激烈 在这两个大国惊心动魄的较量中 华盛顿一直弹曲攻势 除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陆军部队 已经部署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外 军舰和战斗机 也时不时的就到俄罗斯家门口逛一圈 给俄罗斯的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面对这种情况 俄罗斯多数时候只能被动的应对 这对号称战斗民族的俄罗斯来说 无疑是非常不甘心的 如果能到美国的周边转转 无疑会几大减轻华盛顿施加的军事压力 6月12日 中平社报道 俄罗斯北方舰队新闻处宣布 以海军上将戈尔什科夫护卫舰 为其舰的俄海军舰队 进入了厄瓜多的玻利王尔港 据称俄罗斯军舰将在该港停留三天 经过补给后 将继续按原来的远端巡航 计划在太平洋和中美洲沿岸执行任务 从2月26日起 以海军上将戈尔什科夫护卫舰 围旗舰的俄海军舰队就开始了远航 这也是海军上将戈尔什科夫护卫舰入役以来首次远洋巡航 首次远航就选定美国的后院 打得美国措手不及 这也是很有深意的 俄罗斯海军上将戈尔什科夫号 是俄最新型的护卫舰 也是俄海军引以为傲的海上杀手 甚至在俄罗斯海军节普京总统 都曾亲临该舰并发表讲话 该舰标准排水量4550吨 装备有先进的雷达 自动化指挥和电子战系统等 武器配备上除了130毫米舰炮外 还配有导弹垂直发射装置 以及进防物器等 俄海军在巴伦之海演习时 该舰发射的卡利布巡航导弹 准确命中了700公里外的目标 显示了其强悍的战力 美媒甚至认为俄罗斯这款最新型的隐身护卫舰 比美国海军兵海战斗舰还要优异 以海军上将戈尔什科夫护卫舰为首的俄海军舰队 来到美国的家门口 这无疑会引起华盛顿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其实华盛顿紧张也是就由自取 美国已经习惯了派军舰到黑海 波罗的海 威慑俄罗斯 其实就是施定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 海军实力大大下降 特别是远然作战能力更是一落千丈 美国自以为再怎么欺负俄罗斯 莫斯科也无计可施 却没想到俄罗斯的舰队居然也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而这之前只会出现美国军舰频繁出现在俄罗斯家门口的情况 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宣告称 18日 以美国格雷夫利号驱逐舰为首 西班牙胡安德波旁号护卫舰 波兰地普拉斯基 将军号护卫舰 土耳其格科瓦号护卫舰 四艘北约军舰进入波罗的海海域活动 俄波罗的海舰队 对他们进行了监视和应对 针对这些不速之客 俄舰挺突击群 冷宝和巴尔岸基导弹 以及海军飞机都进入警戒状态 除了带领小兄弟靠近俄罗斯进行挑衅 美国还还经常担刀副会逼近俄罗斯 4月15日 新华网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宣告称 进入黑海海域活动的美国海军罗斯号驱逐舰 被俄方发现 并遭到了俄黑海舰队按机装置的监视 俄黑海舰队还派出伊安胡尔斯号侦察舰 和瓦西里贝科夫号巡逻舰 对罗斯号驱逐舰进行了跟踪 美国军舰队俄罗斯的骚扰和威胁 还常常是两边进行 让俄罗斯疲于应对 2月26日 环球网报道 当日美国海军格雷夫利号导弹驱逐舰 以监测海洋资料为幌子再次驶入波罗的海 格雷夫利号导弹驱逐舰 能够携带56枚战斧式巡航导弹 该导弹射程高达2500公里 进入波罗的海 对俄罗斯腹地的威胁不言而喻 更让俄罗斯难以容忍的是 这已经是该建近期第二次逼近俄罗斯了 1月10日 格雷夫利号就曾经进入过波罗的海 华盛顿欺抚俄罗斯海军的远航能力弱 三番五次的上门挑衅 这次俄罗斯终于向美国证明了俄海军照样可以找到美国门上去 俄罗斯此举计警告了美国海军不要肆意妄为 同时也以进攻的方式 缓解了华盛顿近期对俄施加的强大军事压力 缓解了华盛顿近期对俄罗斯